HELLO 大家好,我是MINGDE 今天繼續來武僧追廣 來講120層以上的速刷組合 水岩林一般到115左右 如果沒打卡、低巔峰或者船艇寶石低的情況下 效率就會開始遞減 這時候我們就只能選擇裝火岩林跟傘中 但傘中又特別要求的裝備 所以這邊推薦使用火岩林來速刷的打法 玩起來跟七星烏連納有87%像 裝備部分除了常規的傘套以外 武器必選、引劍、迴盪狂怒、萃取眉斧 飾品選擇、阿鈕、對戒、萃取滑戒 減傷兼、勾戶萬換成奧吉德、萃取靈森術萬 詞綴跟水岩林套一樣 以CDR、雙爆、元素、圓靈山為主 盡可能把CDR拉到60%以上 魔女兼刃夠的話就帶全技能法器 收益比較高 這邊我們來示範場 開場可以先放明鏡子水 衝進怪堆、放去風波、打拳 觸發對戒跟護完特效後 就按火岩林直接開炸 因為武器特效 圓靈技能會快速刷新 讓我們的連續施放技能 在殺死精英後觸發引進特效 之後快速移動須找下一組精英 而路上遇到數量多的怪堆可以順手炸一下 火岩林本身會短距離找怪引爆 所以我們只要按下技能以後就可以瀟灑離去了 如果途中遇到力量引能塔 直接就是起飛了 一時炸一時爽 一直炸一時爽 炸到你精靈問你為什麼這個月虧損26香薯條 當你掌握了節奏以後 120層就能3分鐘左右一把 當然這套也是有缺點 因為下了減傷 堅韌明顯不足 如果遇到噁心的舔野海 妖女、孫悟空 就請保佑出個防禦塔吧 所以我們這邊一路上的打法就是 飾風波、打拳、放火猿林、閃人 殺怪、殺精英、維持這樣的節奏 玩起來感覺就像放鞭炮一樣 當然有時候也會遇到像這種時候 怪太少然後不小心炸太爽的悲劇 又剛好給你開護盾的精英 就只能尷尬等一下了 有時候怪物不友善的情況下 很容易在空窗的時候繳春歌 而CDR越高的收益就出來了 這邊就讓我們快轉到島王吧 另外要注意如果尾王遇到巨槌 放火猿林前最好保持一點距離 否則很容易啞炮沒傷害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冰德 我也想玩低吐啊 我們下次見 掰掰